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余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最近一直在练习的一个甩手动作 我已经练习了有半个月了 现在是感觉自己全身的经络都非常通透 气血很足 而且每天身上都非常有力气 精神很好 这个动作不同于以往我们学习过的平甩功 这是一个出自于易经经的动作 叫做倒拽九牛尾 下面大家一边看我的演示 一边跟着我做 你甩上几下就能够感觉到它的好处了 练习倒拽九牛尾甩手工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倒拽九牛尾这个拽是怎么做的 如果我们的身体前面有一头牛 我们想要拉它的尾巴 大家会怎么做呢 肯定是双手拽着牛尾巴 往自己身体的方向拉 但是倒拽就是说这头牛在我们的身后 那我们就需要转过身来 从后往前拽 这样才叫做倒拽 那大家呢拽到前面的时候 会有一个翻转掌心的动作 从后往前拽 在身后的时候是掌心朝上的 然后翻转 这样对不对 好那这就是我们甩手的基本的手部动作了 那么倒拽的是一头牛 这头牛非常的重 何况它是九头牛 所以呢大家在待会儿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有力度的去拽 这样才能把九头牛给拉回来 下面我们来学习它整体的动作要领 首先站立 右脚在前 左腿在后 左脚蹬地 右腿成功步 身体的重心稍稍的往前移 让自己保持平稳 然后我们左右手开始 甩手 后面的这只手呢 是掌心朝上 有一个往前拽的动作 拽到你的身前的时候 翻转掌心 把你的手掌呢 尽量地向外侧转过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 那你向前甩的时候一定要用力 因为我们是拽了九头牛 两只手同时 呼吸的时候 自然呼吸就好 你还可以配合着自己的动作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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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甩手一定要有力 那么我们在甩手的时候 通过这样一个 扳转掌心的动作 把我们的整个的小指上的经络 就是我们的心经 还有小长经 以及无名指上的经络 全都甩通了 会增强对正三条经络的刺激 来我们换另一侧 这个甩手弓呢 就不同于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平甩弓 平甩弓是柔和的 这个甩手弓 大家一定要用力 甩上几下 你会发觉 不只是你的小指无名指 咱们的手臂内侧 一直到自己的腋下 这个位置 都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 这里呢 其实就是我们心经寻情的位置 所以这个动作 对于疏通心经的气血 增强心脏功能 作用是非常好的 来换另一侧 怎么样 这个动作 你学会了吗 其实在一经经当中 原本倒拽九牛尾的功法 是比较复杂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操作起来有一些难度 在这里呢 对它进行了简化 保留了精髓 就更适合日常的养生锻炼 我们普通老百姓呢 练习起来更加的方便 它相比于普通的平甩弓 增强了对于小指和无名指 经络的刺激 那这里呢 是心经 小肠经 三胶经 把这三条经络 气血快速流通 所以呢 它不仅是有平甩弓的 各种好处 你甩上几次 还能够感受到 神清气爽 身体有力量 对于心脏 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现在呢 因为已经练习了 有半个月了 所以呢 就这样甩几下之后 很快的后背 就微微热了起来 气血也是非常通畅的 肩膀经过最近的练习 也是感觉很轻松 以前经常出现的 这种酸痛麻木 现在都没有了 第一次练习的时候 咱们甩上10分钟就可以了 后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你去延长时间 最多每天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在早上下午都可以甩一遍 但是刚刚吃饱饭 或者是很饿的时候 这时候不要练习 都说大到之紧 会在坚持 我们身体的小毛病 这里痛 那里痛 以及虚弱无力的朋友 建议大家也像我这样 你先连续甩上15天 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气血 有明显的增强 经络都很通畅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